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高座家具的代表 纯朴鲜秀 结构合理 制作精细的宋椅 在这一时期 有了更为成熟的表现 简洁实用的民间靠背椅 舒适多变的扶手椅 风格多元的宫廷靠背椅 尊贵威严的玉踏宝座 每把宋椅都体现了工匠精神 与手工艺技术的完美结合 宋椅的风格讲究流白 不是雕琢 空灵静谧 极富宋式简约之美 局部点缀的装饰 既体现了独特的宋风家具特点 又处理得当 满足人们日常使用 与舒适性的需求 宋椅的牵绊变化 让我们从多角度领略了 大宋家具的卓越风姿 那么宋代流传下来的 种类繁多的椅子 究竟有着怎样鲜明的特点 这些造型多变的椅子 又为后世的家具设计 提供了怎样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呢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古运流芳说家具》 第二部第十二集《百遍宋椅》 大家好 北宋大观二年 也就是公元1108年 河北邢台的巨路 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大灾之年 这是一场具有毁灭性的水灾 正在家中吃饭的这些居民 还围在桌旁 根本来不及逃避 整个巨路古城 瞬间就被汹涌的大水淹没了 1918年 这又是一个大灾之年 这个时候不是水灾了 是旱灾 只有那么几个非常倔强的人 不甘心就想自救 挖井自救去自己找水 结果没想到 救命的水没有找到 却发现了一个810年前的巨大秘密 就发现了巨路古城 在这个古城当中 发现了数不胜数的宋代的宝物 其中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件家具 宋代木椅就出自巨路古城 我们来看这把椅子 这把椅子就是宋代唯一一把木椅的 一比一的食物 宋代椅子的食物发现是很少的 就那么几件大部分是名气 是缩微的这样的一个 那么这种一比一的椅子 是非常珍贵的 由于其背后有明确的 莫书提款纪念 上面写的什么呢 上面写的叫 重宁三年3月24日 造一样椅子四只 就是造这样的椅子一共四只 而且还有另一处墨书 显示叫徐宅落 那我们通过这两处就知道 当时同样的椅子造了四把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只有这样一把 现在珍藏在南京博物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学者 绘制的这把椅子的图像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椅子 这是宋代的椅子的一个典型代表 首先我们从上面开始看 看它的搭脑 它的搭脑叫拱形搭脑 上面向上拱起 而且搭脑两端是出头的 然后我们终点往下看 我们看一下它的座面 我们知道座面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 座面板有两块 新板 然后有边框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个边框 在宋代它的座面板的形式 仍然不是后世 我们说的全部损毛结构 它是一半损毛 一半没有损毛 所以可见 到了北宋时期 座面板的形式 仍然是处于一个初级阶段 另外大家来看下面的橙子 这个橙子很有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正面是双橙 侧面是单橙 后面还有一个橙 这个橙如果我们结合起来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是从前到侧到后是一个比一个高 前面的最矮 侧面其次 后面最高 我们给它起了一个特别好的名字 叫步步高式 这种橙的方式在明清时期被继承下来了 靠背椅在发展过程当中其实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变化 我们来看这把具路的椅子的靠背 后腿向上伸出之后 两条立柱成为靠背的两端的立柱 然后我们看靠背板是树向的 那么这种形式一直到了明清时期 为什么 因为它是比较舒适的 1993年 在河北张家口市下巴里村的村民 他们在灌溉农田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个地面出现了两个巨大的漩涡 村民就感到很好奇 就想去探究一下我这个水到底流向的哪里 没想到竟意外发现了一个古墓 这就是辽代张文藻的墓葬 当文物人员打开这个墓葬的时候 大吃一惊 这根本就不像一个墓葬 就像有人生活在这里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墓葬当中 出土的辽代的墓椅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椅子 这是一件名气了 首先我们从上面看 我们说它的大脑 我们刚才讲了是弯曲形的 而且是出头向外挑起 所以说这是典型的灯挂椅 但是大家看靠背 跟巨鹿木椅的树向靠背不同的是 它是一个横向的靠背 而且这个靠背是向上弯曲的 那么这种椅子到后市就很少见到 我们往下看 方腿 而且在方腿的前面 前腿之间有横承 在横承跟坐面之间有挡板 大家注意看在挡板上开了花形的 镂空装饰 这把椅子不同的一点 或者是让我们感到很诧异的一点 就是它的坐面的框 我们说大边和边膜 都出头形成一个直角形 这种做法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了 有可能反映的是当时了代的一个习俗 所以看我们说这种椅子的造型 为什么后市就很少看到 第一个它不太具有装饰性 另外其实它限制了使用者的使用 它并不是非常的实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古代家具在演变的过程当中 它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变化 是在试错不行的不美的 然后不实用的慢慢就消失了 我们来看这把椅子 这是一把石质的椅子 它是一个陪葬品 它在哪呢 它是在浙江宁波市15公里的东前湖被发现 这个石椅是南宋的这个人 叫史兆牧前的这样陪葬品 在这个墓室的外面 有这样石质家具作为陪葬品 这个是在中国的陪葬形式当中 墓葬形式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非常珍贵 我们来看这把椅子 这是一把石椅 它实际上是根据当时的墓椅的 真实大小和造型来塑造的 为了便于保存 它其实是用一整块霉原石来塑造的这把椅子 那为了减少椅子不见镂空做成石芯的 但是又是一把椅子怎么能够体现这个椅子的整体性呢 设计师是煞费苦心 他采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在这个椅子上用了一大块椅坯 所以我们看到这把椅子是 大部分是被椅皮遮盖住的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椅子的局部 比如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到 这个椅子的侧面有这样的崖板 这是一个素崖板 基本没有装饰 前后腿之间有这样的横层 那么我们来看上部 在上部搭脑的部位 明显地可以看到一个断痕 所以我们推测 其实这把椅子的搭脑也是出头的 但是大家想 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 是风化还是人为的损坏 是明显看到了断痕 所以这部分是被损坏掉了 除此之外 这把椅子实际上是保留得非常好 这就是宋辽基时期民间的靠背椅 在宋代椅凳种类中 靠背椅数量最为庞大 其造型之多样 变化之丰富 令人赞叹不已 简单人性化的设计 让靠背椅脱颖而出 不仅在市井百姓中广受好评 在宋廷之中也备受赞誉 作为宋代帝后画像中 最为常见的座椅样式 或素雅或精致的宋廷靠背椅 将宋椅造型简洁以线为主 空灵素雅的文人风格 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身为宋代帝后 为何他们所做的靠背椅 却大多呈现简朴的样式 宋廷靠背椅的风格转变 暗藏着大宋王朝 怎样的时代特点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宋代宫廷当中的椅子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叫 宋仁宗皇后像 这是宋代帝后像当中的一幅 整幅画是一个典型的 宫廷里的贵族妇女的画像 那大家首先看跟我们刚才看到的感受是不一样 我们再来看这把椅子 这把椅子的形质也是从大脑来看两端出头 而且它出头之后 我们看一个巨大的变化 就是它是龙头的形式 而且我们说弯曲的龙镜 口含宝珠 装饰非常华丽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的腿形 这个腿形是成一个花形腿 包括牙板的装饰 从色彩来看都非常的奢华 另外这把椅子还有一批 非常华丽的一批 我们在讲韩西在燕燕图的时候 讲过一批 但人的时候的椅子是非常的素雅 我们看宋人中皇后像上的椅子 从装饰 从质感 我们都能看到宫廷华彩 这就是宫廷当中的椅子 跟我们刚才看民间的靠背 有很大的不同 跟我们刚才看的宋人中皇后像 非常不同的是宋代帝王 像中的家具反而非常的简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宋神宗的座椅 以及宋哲宗的座椅 这两件座椅跟宋人中皇后像的座椅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们来看这两把座椅 首先可以看到大脑也出头 但是只是圆弧状的出头 总体而言我们看它的腿形 方腿 既不像隋唐时期的家具那么的繁复 也没有我们刚才讲文人家具那么的细手 它的断面是比较粗的 但是没有任何的装饰 是非常的粗朴 如果说有一些装饰的是它前面的脚踏 或者我们有一个名字叫足成 这个足成是一个本门托尼式上面有些许的这样的一个装饰 我们来看牙子就是素牙子 没有任何装饰 这两件家具当中宋神宗的座椅 也是使用了一批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一批上并没有任何的装饰文样 就是淡黄色的素色的一批 从宋代帝后像可以看出简朴的多奢华的少 而且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帝王像明显比皇后像里面的家具要更为简朴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要往前追溯 说这个北宋政权刚刚建立开始 当时的税收是少得可怜 整个国家经济凋敝 人民是民不聊生 从这个宋太祖赵旷印开始 他极力倡导简朴 他非常痛恨奢侈的行为 即使举行非常重大的一些礼仪活动 他也不用珍珠这些宝物来装饰他的服装 而且他号召大臣 臣民百姓都要跟他一样 要过简朴的生活 那么再之后就是宋仁宗也是倡导简朴 比如说在天圣七年 宋史里有这样的记载 他就颁布法令说 世术僧道 无得以朱漆试窗探 这个世术僧道是说谁 老百姓 然后僧人道士 所有这些人都不能用朱漆来装饰你的窗探 地后像的作用 当然首先是突出地后的风采 让大家来万事瞻仰 所以我们看画像在家具上的审美 实际上他所表达的就是宋代的皇帝 所要倡导的这样一个简朴的精神 以及他想把这种思想传至子孙后代 让后人家讲 这是宋徽宗的作用 和他的父兄的不同 首先我们看有哪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大脑 刚才我们看了大脑是圆形 大脑出头比较厚重 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个地方的大脑 实际上是一个云形 它有一点点的变化 有一点点艺术化的处理 另外还有一点点不同的 就是大家仔细看 这个崖板露出来的一点点 其实也是云形 另外就是竹城 因为竹城露在外面的比较多 首先竹城的捆门的数量变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竹城都是两个捆门 这个是三个 而且大家仔细看 这个捆门底下的镂空 实际上采用的是灵支纹 所以处处都有一些小心思 小细节体现 他和傅兄在对家具认识上 审美上的不同 刚即位的宋徽宗 其实他是很想 让这个朝廷的风气为之一变 所以这幅画像 我们可以认为是 对于他刚即位之后的 一个形象的真实写照 那么我们看这个家具 就有力地衬托了 宋徽宗的儒雅和精明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本身他自幼就是养尊处幼 他喜欢包括飞行走兽 齐花一草 又喜欢射箭 喜欢绘画 喜欢花鸟 所有他的这些兴趣爱好 又受到蔡经等人的这种诱惑之后 怂恿下他就开始奢侈浪当 说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有一次在宴会上 这个宋徽宗啊 小心翼翼地就拿出了一个浴杯 他说啊 我一直不敢用这个东西 因为我怕大家说三道四 说我这个奢侈 所以我一直也没有把它拿出来 也不敢使用 这个时候 蔡经就跳出来了 蔡经就开始取解周易里面的几句话 就是当这个国家非常兴旺的时候 你皇帝啊 享乐 追求享乐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宋徽宗听了之后 非常高兴 郑重下怀 从此开始 声色全马 尽向宫使愿又止了 从此宋朝国立日下 他也无心去豊朝政 最后导致北宋的灭亡 即使是在宫廷当中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椅子的形式有所不同 而且有繁有简 有奢华有简朴 所以就有力地证明了 宋代椅子的多样性 就是我们今天讲叫 百变宋椅 两宋是养育士大夫气韵的 一个特殊时代 世人的精神追求与审美志趣 渗透进宋人生活的各个层面 扶手以作为宋代文人的首选作剧 其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 古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从辽代的粗广 到宋代的雅致 从文人的抒情到僧人的禅意 扶手以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底蕴 与历史记忆 不仅如此 扶手以更被宋人赋予了 超脱家具本身的精神意志 得名官帽以 流传至今广受赞誉 材质多样造型百变的扶手以 让人一览气度冲和自然平淡的宋代家具之风 那么宋代文人为何偏爱扶手以 材质造型各异的扶手以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匠人巧思呢 这是北京市房山区 天开塔地宫当中出土的一件 辽带木椅 我们看上面的大脑 这个大脑跟我们前面看到的不一样 我们前面看到的都是向上拱起 这一把椅子的大脑是向后拱起 然后我们看它的大脑 也是出头弯曲S形 右向后弯曲 形成这样的一个S形 这可以看到辽带的椅子 跟宋朝统治地区的椅子的不同 另外我们往下看 有两个横程 在两个横程之间有两个竖程 这个竖程的名字叫矮老 矮老指的是两横程之间的短竖柱 或者是坐面跟横程之间的短竖 我们给它起名叫矮老 因为它很矮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靠背的中央有一个圆形的装饰 所以这个靠背 实际上它的使用性是比较强的 我们再来看扶手 为了跟靠背上的大脑协调 扶手也是形成一个S形 整个坐面好像也带有一定的曲度 从坐面再往下看 四条腿在前两腿之间有双尘 有双矮老 在后面是弯形的尘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 搖带的靠背影 所有的构建 看断面都是八边形 而且是倒成圆角 所以这把椅子 虽然是一个名气 但是实际上做的 还是比较的精致 在古代的扶手椅 还有一个名字 叫官帽椅 为什么叫官帽椅 有两个说法 首先大家看 如果我们只看 这个椅子的大脑上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脑 两端向上挑出 中间是向上拱起 跟我们看到的这个官帽的形式非常相似 还有一种说法 是这样说的 我们结合这个椅子的大脑和扶手一起来看 这个大脑是比较高的 两个扶手是比较矮的 那么跟我们看到的官帽的形式 也是我们看中间部分比较高 然后到它帽翅部分实际上是比较矮的 整体来看 也像官帽 无论如何 哪种说法 都是和官帽相关 我们知道官帽在古代 也叫乌纱帽 它是权力的象征 这就是我们说 大家看到古代的扶手椅 它的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它深受士大夫文人们的喜爱 这个官帽椅又分两类 大脑和扶手都出头的 我们称为叫四出头官帽椅 那还有一种就是 大脑和扶手都不出头 我们称它为南官帽椅 南官帽椅到了明代之后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具类型 也有无数的家具精品 从这把椅子 我们也能看出文人这种刚正不阿 行的正坐的端的这样一种 世人精神 宋代文人特别喜欢四出头官帽椅 我们想四出头 四出头 念一念之后就变成了世出头 试图光明出人投地 寄托他们这种学而优则式 通过勤奋读书最后能够飞黄腾达的 一个精神的意愿 文人喜欢 僧人也喜欢 我们下面来看两件 僧人使用的四出头官帽椅 这是张圣温画卷当中的一个局部 叫禅宗七祖图 第一把椅子就是禅宗七祖里面四祖 道姓的这把椅子 这把椅子做得很特别 是四出头官帽椅当中的一个另类 所以我们来看它是用树枝带有结巴的树枝制成的 这把椅子大家仔细看 它有很多小心思在里面 禅宗四祖坐在这个四出头官帽椅 因为它非常宽大 所以它同时其实也是一把禅椅 可以盘腿坐在上面 我们重点来看 这个大脑的左端呈现的是龙头的造型 大脑的右端呈现的是龙尾的造型 所以好像这个龙就游过了这个扶手椅的靠背 头在这边 尾在那边 好像是一个游龙一样 我们再来看扶手 扶手跟大脑刚好相对 右边是龙头 左边是龙尾 好像有另外一条龙游过了这把椅子 一端在左边 一端在右边 所以我们看这把椅子 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细节 两条游龙在这把椅子当中游动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把僧人用的四出头官帽椅 我们再来看第二把 这仍然是张胜文画卷里面 这个画的是谁呢 这个画的是三组 叫僧灿 这也是一把四出头官帽椅 这把扶手椅采用的跟刚才不一样 是另外一种材料 竹材制成 我们可以看到竹节 这把椅子巨大的特点 就是利用了竹材的直和曲的这样一个对比 我们先来看曲的部分 竹材的特点实际上是它特别容易制成弯曲的形式 比如我们来看大脑 大脑的形式上面向上拱起 两端向外出头是弯曲形 我们再看扶手也是弯曲形 扶手出头的部分还是弯曲形 甚至我们来看它的成的某些部分也是弯曲形 竹材是中国古代文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材料 对于文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刚才的这件家具 我们说竹材很容易做成弯曲形 但是竹材本身的形式实际上是直材 所以这件家具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弯曲件 但是也看到了很多直行件 比如说这个椅子的腿形 比如说这个椅子的橙子 以及矮老都是直行 形成了直与曲的一个对比 使它的形式变得非常丰富 这就是宋代的扶手影 在中国传统家具里面 还有一种椅子非常重要 这把椅子我们说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它就是宝座 宝座是一种供地位尊贵者 主要是帝王使用的 这样一种超大型的作具 它体量庞大装饰华丽 在宋代帝后像有三个宝座 第一个就是赵邝义的父亲 叫宋宣祖赵红烟的像 是宝座 另外就是赵邝义 还有一个就是宋真宗后像里面 是宝座 所以在宋代帝后像 我们刚才讲的 它主要就是崇障简朴 所以这种华丽的宝座 还是比较少见 其中赵匡印的宝座 是最为气派的 赵匡印是北宋开国之君 在宋代田矿所住的 如林公义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叫 天表神为 子面而风仪 见者不敢正视 这是对于赵邝义的一个赞美 有圣人之相 让人不敢正视 我们看画像当中的赵邝义 确实是 体态胖硕 神情威武 很有帝王之相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宝座 它有很多细节 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先来看侧面 因为侧面是没有遮挡的 侧面有一个典型的捆门形 但是大家注意看 在捆门形的下面 托尼的上面 有一个向上生长的灵芝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竹城 同样的做法 也是正面有两个捆门 在捆门的下面有两个向上生长的灵芝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 这一个宝座的正面 以及它的后面 虽然被赵邝义的身体 包括乙匹 包括靠背 已经遮挡住了 但是从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部分推测 在它的正面和侧面 一定也是有捆门形式 两个或三个捆门形式 而且在托尼的上面 有向上生长的灵芝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个宝座的形质是非常的华丽 而且可以看到 它的基本的色彩是红色 但是在一些转折 包括一些重要的 包括龙头部分 包括很多一些节点的部分 可以看到都是流金装饰 体现了皇帝的威严 宋代相关文献中 我们说记载宝座 我们刚才讲的宝座 当时并不是这样称呼叫 御踏 说南宋初期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 群臣都反对合议 但是秦会反对 他就要和谈 所以宋史当中 有这样一段记载叫 于御踏前求去 御要决意 屈己从何 所以我们看这里面就是御踏 这个御踏指的就是 后世的宝座 在宋代帝后相里面 只有三个人是坐在宝座之上 唯一的一位女性呢 就是宋真宗皇后 真宗有四个皇后 那么这里面画的这个皇后 到底是真宗的哪个皇后呢 原初王运 她撰写的书画目录当中有一个考证 说这个皇后啊 就是宋仁宗的生母 李皇后 这个李皇后啊 我们说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 叫李猫换太子 李猫换太子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但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啊 李猫换太子里面 其中的一个主角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李皇后 李皇后我们说叫宋真宗后相 但是实际上她从来没有成为 宋真宗的皇后 她只是宋真宗的一个嫔妃 所以我们下面啊 就用李成妃来称呼她 李成妃啊 出身非常卑贱 她只是刘皇后的一个侍女 当时这个刘皇后啊 是宋真宗非常宠爱的一个皇后 她只是她的一个侍女 但是宋真宗有一次偶遇李成妃 李成妃生得非常美丽 这个宋真宗就将她收为财人之后 生下了义子 就是后来的宋仁宗 但是当时这个刘皇后啊 虽然贵为皇后 但是她并没有子嗣 她看李成妃生了一个皇子之后呢 就不动声色地将这个孩子占为己有 就说是自己生的 然后找人来照顾这个皇子 李成妃因为地位非常的低下 只能眼睁睁地看到刘皇后 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抱走 除了以泪洗面 无计可施 这个后来呢 宋真宗就将李成妃封为婉仪 算是进入了嫔妃行业 虽然说她的地位有所上升 但是李成妃仍然守口如瓶 她不敢说 以免惹来杀身之祸 很不幸 46岁她突然得了重病 香消玉允就离开了人世 宋仁宗在很长时间之后 才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 非常的愧疚 非常的懊悔 将其追认为皇太后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 这幅画就是李皇后 坐在宝座上的这幅画 应该是宋仁宗为了 弥补自己的愧疚之情 找人来绘制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画面当中李成妃 或者我们可以称为叫 宋真宗后相 她的服饰 她的头饰 以及家具绘制的都极为华丽 我们来看一下这件家具 这件家具特别引人注目的 就是大脑 这个大脑伸出很多弯曲的龙径 而且从龙的口中 有很长的睡子垂落下来 显得极为华丽 而且可以看到扶手 也有弯曲的龙径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家具的颜色是黄色 上面有红色的箭头 这个是宋代的这样一种箭头纹 这种其实也是很少见的 这幅画 在所有的宋代地后像当中 从人物的服饰 头饰到家具的装饰 看起来整体比其他的 都要更为华丽 能够显示出大宋皇太后 母仪天下的气质 这就是我们讲的宋代的宝座 这就是宋辽金时期的椅子 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个叫种类丰富功能齐全 可以说到了宋辽金时期 椅子的种类非常的丰富 而且功能齐全 功能得到非常专业的分化 第二就是风格多样 繁简兼具 宋代我们说总体而言 是一个文人社会 但是宋代的家具 绝对不是所有的椅子 都是一个文人风格的面貌 我们刚才讲宫廷里面的家具 民间的家具各有不同 即使是宫廷里的家具 也是有繁有简 有奢华有简朴 第三个特点叫垂足高座既往开来 这时候椅子的高度 已经完全适合垂足高座 已经完全脱离了升床的形式 它为明世椅子辉煌巅峰的到来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辽津时期的椅子 已经如此的丰富多彩 那么和椅子相配使用的桌案家具 到了宋代是如何发展呢 这些桌案有保留下来的 珍贵文物吗 宋代的桌案 对于后世明代的桌案 有哪些影响呢 请您收看下集 谢谢大家